大家都知道马天宇身世坎坷,马天宇是农村孩子从小家境贫困,母亲还体弱多病,最终选择在中秋节这一天自杀,结束了生命。 当年马天宇还是个五岁的小孩子,他就抱着妈妈冰冷的身体度过了这个最寒冷的一夜,自此之后再没中秋。 在母亲去世之后,马天宇的爸爸经常酗酒,还欠上不少的债,因为还不起钱,父亲竟然直接远走他乡,之后马天宇就和两个姐姐在一起生活,相依为命。 不过马天宇的一条微博引起了大家的注意,马天宇还晒出和爸爸的合照,和其他明星晒父亲不同,马天宇这是第一次晒出和爸爸的合照,而且还是正儿八经的时尚大片。 照片中马天宇微笑把爸爸拥在怀里,这个拥抱抱含着原谅,保含着宽容,保含着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渴望,保含着对家庭团圆的欣喜。 这两张拥抱的背影照真是敏感人了,照片发出后引来21万网友纷纷点赞和祝福,祝福马天宇以后一定要幸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